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高血糖期间 肾脏会被迫更努力地过滤血液 同时也会制造更多尿液 当含糖量高的尿液停留在膀胱时 细菌可以快速生长和引起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会引起频繁和强烈的尿液 你会不停地觉得尿急 小便时也会出现疼痛 但尿量不多 尿路感染也会改变尿液的颜色 它会导致尿液变得浑浊 更严重的地步是引起尿血的症状 在我揭晓下一个女性糖尿病症状前 记得按下订阅 点赞和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才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 好的 我们马上看看第二个女性糖尿病的前期症状 第二 多囊卵巢增和征 多囊卵巢增和征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也是非常常见的女性糖尿病症状 它其实是一种长线于育龄女性的内分泌失调 一般患有多囊卵巢增和征的女性 会产生高于正常水平的雄性激素 雄性激素Androgen是一种男性荷尔蒙 它会阻止卵巢排卵 也会引发月经失调 粉刺 多毛症 甚至会降低女性的生育能力 专家表示 许多患有多囊卵巢增和征的女性 也会面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荡细胞对胰岛素的抵抗力太强 则会导致高血糖 而高血糖则会随时间地推移 而发展成糖尿病前期和二型糖尿病 因此 患有多囊卵巢增和征的女性 一定要尽快看医生和寻求专业的援助 第三 性欲下降 正常的性生活是促进夫妻感情的桥梁 不幸的是 糖尿病会导致女性的性欲下降 糖尿病是伴有高血糖的慢性病 它会损坏神经和血管 包括支配住女性生殖器官的神经和血管 一旦这些神经和血管受到影响 血液循环会逐渐变慢和引起性功能障碍 引导干燥 性胶疼痛 无法达到高潮等等 都是一些女性糖尿病患者 有可能面对的性功能障碍 这些障碍会导致女性产生性排斥或性冷感 此外 高血糖也会引起激素和情绪变化 这些变化或多或少也会降低女性的性欲 水果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患上糖尿病也要适量吃水果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水果最适合糖尿病 请收看我们另一个视频 五种糖尿病最健康的水果 好的 我们要继续下一个女性糖尿病的症状 第四 免出巨大婴儿 高血糖会导致孕妇患上妊娠糖尿病 而妊娠糖尿病会增加免出巨大婴儿的风险 免出巨大婴儿是一个很常见的女性糖尿病症状 在高血糖的状态下 孕妇体内会有大量的葡萄糖 这些额外的葡萄糖会进入胎盘 并且会刺激胎儿产生额外的胰岛素 正因如此 胎儿会摄入超出生长发育所需的能量而过度长大 体重超过8磅的婴儿属于巨大婴儿 它会增加孕妇在怀孕期间的不适 也会增加分娩过程的难度 因此 正在备孕或怀孕的女士 一定要细心留意自己的血糖 第五 月经失调 很多人只知道月经失调是女性健康问题 不过不知道 它也可能是一种糖尿病症状 月经失调是高血糖所引发的女性糖尿病症状 卵巢是维持女性生殖系统健康的主要器官 它主要分泌两种激素 分别是雌激素Estrogen和黄体酮Progesterone 保持一定的黄体酮和雌激素水平平衡 可以帮助女性调节月经和防止月经失调 然而 高血糖的出现会导致这些激素水平低于正常 因此 会导致女性面对月经失调 月经周期不规律 经期延长 经血过多 痛经 碧经等等 都是一些常见的月经失调症状 如果你经常会面对月经失调的症状 你一定要好好注意和检查自己的血糖 第六 肥胖 肥胖是很多疾病的源头 它也是女性糖尿病的长线症状 肥胖的女性比较容易患上糖尿病 因为身体有过多的内脏脂肪 内脏脂肪 visceral fat 是堆积于腹部深处的脂肪 它包围着内脏器官 包括胰腺 肝脏和肠道 这种脂肪除了会导致大肚乃 也会释放一种会导致胰岛素抵抗的脂肪因子 这些物质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 从而导致血糖水平升高 因此 腹部或臀部过于肥胖都是一些女性糖尿病的症状 糖尿病的另一个症状就是容易肚子饿 其实 有些食物可以让你吃得饱 同时又可以稳住血糖 嘿 你想知道是什么食物吗 10种高蛋白质食物 稍后记得收看哦 你一定会谢谢我的 一旦进入糖尿病前期 女性会面对胰岛素缺陷的问题 在身体无法制造或处理胰岛素的情况下 血液会有大量的葡萄糖 这种现象会导致胰部的酵母菌过度生长 从而引发胰部酵母菌感染 胰部酵母菌感染Vaginal yeast infections 是一种由高血糖导致的长腺女性糖尿病症状 它会引起阴道臊痒 炽热和灼痛 甚至会排出白色分泌物 如果血糖持续处于高水平的状态 女性也有可能会反复患上 胰部酵母菌感染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女性糖尿病的症状 除了以上所说的症状 女性糖尿病也会面对其他症状 包括口腔感染 葡萄糖是口腔细菌的养分 高血糖会增加唾液里的葡萄糖 这会加速口腔细菌的生长 和引起牙龈疾病 口肝 口臭 牙龈肿胀等 都是一些糖尿病所引发的症状 患上糖尿病的女性也会容易觉得累 因为高血糖会导致葡萄糖无法进入细胞 这会导致身体不能获取能量而觉得累 如果以上所说的症状都有出现在你的身上 请认真看待和尽快检测自己的血糖 因为早发现才能早治疗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吧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美满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和交流 让更多朋友看下您宝贵的意见 影片结束之前 记得按下订阅 点赞和打开小铃铛 因为你的支持是我们努力的动力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星期再陪你 瞄一下健康里的大小事 拜拜